烟雨穿着一身得体的淡青细绢衣裙 微笑着向她行了一礼 见过赵姑娘 努婢来时已经向老夫人请过安了 只是不好见侯爷 这趟来是专门奉了世子之命 来瞧姑娘来的 世子问姑娘这几日都在忙什么呢 从前她在宫里时 姑娘天天去王府 怎么如今她回来了 姑娘就不去了呢 莫非是她有什么地方失礼的 得罪了你 赵秀忙请她就坐 让人上茶 又说 这两天家里有事 医生没顾上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况且我听说王府这几日 上门吊咽的人越来越多了 想必世子忙碌得很 我去了反而给她添麻烦 就没去大叫 烟雨再行一离 在下手末端的椅子上坐下 摇头说 来的人再多又有何用 我们王爷和世子心里都明白 我们底下人心里也明白 先前来的人 才是真心与我们王府好的 主亲来的 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 若是皇上前些日子没来 他们还未必会上门呢 赵秀笑了笑 不管他们为什么去 只要上门就是客 礼书上静着些就是了 谁还跟他们讲真感情不成 烟雨拍手笑道 姑娘这话说得对极了 我们世子也是这样说的 因来的人多 却都假惺惺的哭着 说什么从前 玉王妃多么要好 什么从小看着世子长大的 看到世子如今失了母亲 他们心疼得不得了 诸如此类的 不知道的人 还当他们是我们 王爷和世子的至交亲朋呢 其实不过是王妃在外头 与他们见过一两面罢了 连话都不曾说过呢 拖了一个月才上门吊唁 倒也好意思说 自己有多伤心 世子见这样的人多了 也烦了 索性将事情交给总管 自个儿逼到后头的屋子里 等有了正经的宗室皇亲长辈来 才出来打理 说到这里 言语又压低了声音 就是正经的宗室皇亲家的长辈 也不叫人省心 今儿早上 太后娘娘想念孙子了 照我们世子进宫 去说了一会儿话 世子在宫门口遇到几个人 拉着他说了半日 叫他向太后娘娘和皇上求求情 免了宗家的罪名 还有那什么孝道仁德之类的 说了一车的话 世子气极了 可又不敢跟王爷说 到了太后跟前 更是提都不敢提 这一看就知道 又是中家使的手段了 这样糟心的亲戚 怎么就摆脱不了呢 亏他们还是读书人家 竟这样的不知廉耻 赵秀不由地想起了 自家那门糟心的亲戚 大有同病相怜之感 可不是吗 廉耻这种东西 还真不是看人家读了多少书 还是没读书的 读了书的人要不讲廉耻 能比没读过书的 无耻一百倍 因为他们不但自己能拉下脸皮 做些不要脸的事 还能给自己的行为 想出一百个道貌岸然的理由 其实都是瞎扯 烟雨听得一惊 随即笑道 赵姑娘好干口 可是说得再有理不过了 赵秀想了想 你等一下 我写封信 安慰一下你们世子 你帮我捎回去吧 于是便走到书桌处 开始写信 他先是安慰了高真一通 然后提到自己的敬语 同样是糟心亲戚 中家好歹还是外星人 只要赶回老家 就万事大吉了 最无耻的是 不过是在中雅治的婚事上 做手脚 又一再地给自己的罪名洗白 可他赵家这一门亲戚 明明都是翻了脸的大仇人了 还敢拿亲孙女 来威胁没有血缘关系的季婆婆呢 写完了信 赵秀嘀咕了一句 怎么像是在比谁更惨呢 不过也许有人比高真更惨 他会觉得心情好过一点 他封好了信 笑着递给燕雨 等过两日我得了闲 就去瞧你们世子 燕雨回到王府时 一时正午时分 灵堂前空落落的 没几个人来 他得知世子高真 已经离开灵堂 回自己院子去用饭了 就直接过去见他 高真穿着一身素服 坐在椅子上 慢慢地喝着一盏放凉了的清茶 今儿一早上 他在前头灵堂 招待了几位来调宴的宾客 是从外地赶来调宴的远亲 还算有心 他就多陪着说了几句话 没想到他们又提起了钟家的事 他面上不露 心里实在是厌烦得很 此刻趁着到了用午膳的时候 索性回院里躲清井算了 看到燕雨回来了 他顿时精神一震 赵姑娘好吗 赵老夫人 和小侯爷好吗 燕雨笑吟吟的行礼答道 奴婢先去见了赵老夫人 老夫人一切安好 还说世子有心了 小侯爷也无事 刚从祝国将军府 探望曹太夫人回来 正准备用午膳呢 奴婢说了几句 就求见赵姑娘去了 赵姑娘很好 他说这两日没来 一是因为家中有事要忙 二是因为听说我们王府来吊咽的人多了 怕世子忙碌 他来了反而会给您添麻烦 因此没来 等过两日闲了 仍旧要来看世子的 高真的表情柔和下来 他在家里忙些什么呢 奴婢听说 昨儿他们祖孙三人去桥了 侯府的旧宅子 商议者要翻修房屋呢 赵姑娘说 虽然眼下国丧 不便大兴土木 但先叫人看一看房子 出个图纸 再置办砖木失财 等瑟瑟齐备了 也差不多是八月了 中秋一过 正好开工 若是一切顺利 明年就能搬回大宅子里住了 高真放下茶碗 这么说 他们一家 还得在现在的小宅子里 住到明年了 那里离什么岔海 虽然也近 但说不上凉快 只怕盛夏难过 赵姑娘可有提到 打算如何避暑吗 烟雨摇摇头 奴婢没想起问这件事 赵姑娘也没提 不过奴婢瞧赵姑娘屋里 虽有扇子 门窗也开着 院子里也有树 但没什么风 好像连冰盆都没摆 确实说不上凉快 高真低下头想了想又问 你说 赵侯爷今儿去了 祝国将军府 烟雨芒说 嗯 是 赵老夫人和赵姑娘也去了 去看望曹太夫人 高真没有说话 但不知怎么的 烟雨能察觉到 她的心情 好像变差了些 想了想 她又笑道 赵姑娘问世子近日如何 奴婢便告诉她 世子如今心情不太好呢 只因那中家又生事 还有些不明内情 却又爱管闲事的人 跑出来说三道四 世子听着那些人的闲话 心情怎么好得起来呢 高真看了她一眼 好好的跟她提这个做什么 神色间有些不欲 烟雨并不害怕 反而笑隐隐地说 奴婢提这个 远有个缘故 赵姑娘这几日 没来王府 世子心中挂念 可赵姑娘家里有事 又担心王府人多 来了给世子添乱 就不来了 若没个好理由 奴婢要如何 请动赵姑娘前来呢 奴婢知道世子 不喜欢让别人 知道这些事 可能是赵姑娘 又不是别人 她说到最后一句时 高真的心情 忽然大好起来 原先眉间的不欲之色 半点都不见了 她还问 赵姑娘怎么说 这个吗 烟雨故意地 拖长了声音 直到高真面上 露出了几分交集 方才笑着 将赵秀骂的那一通话 告诉了她 还说 赵姑娘这话 说得好痛快呢 可不正说到 世子心里头去了 高真嘴边 已经弯了起来 她性子直率 对看不惯的事 素来是想骂就骂的 在外人面前 也许还要装一装 跟我 却不必顾及那么多 烟雨笑说 赵姑娘还写了一封信 让奴婢交给世子 说世子看了 兴许会觉得 这世上 其实还有比您更惨的 心里就没那么难过了 高真盲问 信呢 烟雨忙从袖带里 拿出信来递过去 她一边接 一边还抱怨 既有信 怎么不早说 这时候才拿出来 随即就把信打开 看起来 也不理会烟雨 烟雨抿嘴 低头笑了笑 忽然听得外头有动静 忙退出了房间 外头却是烟霞 带着几个婆子来了 那几个婆子手里 还捧着黑漆捧盒 烟雨一瞧 就知道这定是送午饭来了 忙叫势力在院子游廊下的小丫头们接过来 送到屋里摆好 烟雨拉着烟霞笑道 只是送个午饭 怎么还要叫姐姐亲自走一趟 烟霞如今 寄生做王府内宅的管事娘子 身份跟从前不一样了 每日都有许多事要忙 竟然还要操心送饭的事 怪不得烟雨疑惑 烟霞便当 世子这两日胃口都不怎么好 王爷虽然看不见 但事关世子 书何瞒得过他 他担心世子是因为天气炎热 才会没了胃口 又怕世子是连日忙碌累着了 特地地吩咐厨房 做了些开胃消暑的饭菜 该炖些轻补的汤水 我怕他们粗手粗脚地 把东西撒了 便亲自走着一趟 一会儿 你可得劝世子把汤水都喝了才好 那是补元气的东西 饭菜若是有哪样不合心意的 就让世子吩咐厨房 他想吃什么就做什么 不必忌讳 烟雨连忙答应了 烟霞看了看屋里 见高真坐在书案的后头 低头不知在看些什么 便拉着烟雨走远了几步 在篮杆上坐下 这院里的人 近来可有淘气 说有谁再敢到世子面前 说些有的没的 你也不避讳世子 直接来寻我 我叫人把人带走 也省得王爷世子费心 烟雨笑道 姐姐放心 先前两个有头脸的 都得了不适 剩下这些 又是哪个派面上的人 怎敢犯了王爷和世子的忌讳 她说的是原先在高真身边 侍候的两个大丫头 因是从小侍候高真 本有些体面 高真这人 虽然面上淡淡的 但对身边的人都很好 从不刻薄待人 赏赐也大方 说话行事都带着客气 那两个大丫头 见她这样 就以为自己在小主人面前 当真是很有体面 忠家那事出来之后 他们竟然帮忠家 说起好话来 高真先时 赤过他们一句 他们暂时消停了 等忠家被抄 他们又忍不住开了口 这下可算是出了 高真的逆临 什么情分都不管用了 直接叫人轰出了内院 如今正在江洗房那边 当差呢 从柿子身边 高高在上的大丫头 一招沦落成粗实的婢女 这反差不可谓不大 其他人见了 怎么还敢再犯忌呢 烟雨是被王爷钦点过来 主理高真院中事务的 一来就是头等 那些小丫头们 对她也乖顺得很 半点不敢为令 烟霞便笑了笑 那两个年纪圆大了些 从前忠家常来常往时 忠家太太和姑娘 待他们以客气 出手赏赐极大方 再说 那时王府里 有谁不亲近忠家 其他小的却不同 他们年纪轻斜 上来当差的时候 忠家早已经 与我们王府疏远了 他们从前 会说忠家好话 不过是跟着 上头的姐姐们学的 如今知道这是忌讳的事 他们自然就不敢犯了 烟雨点头道 嗯 姐姐放心 这里有我呢 我虽比不上姐姐能干 但谈压几个丫头婆子 还不成问题 烟霞叹了口气 哎 对你 我自然是放心的 只是仍旧忍不住 多问一句 不怕跟你说 外头有总管他们 我是不担心的 但内宅不一样 王妃没了 世子年纪又还轻 曹妈妈 她摇了摇头 王妃一去 曹妈妈就像是丢了半条命 怕是撑不了多久了 我平日听她口风 似乎打算 王妃后事一完 她就要跟王爷请辞了 到时候在内院 只我一个人撑着 哪里撑得住 若是世子这里有你坐镇 我还能放心些 只顾着料理别处就好了 燕云咬了咬唇 燕云姐姐她 燕霞沉下脸 不要提她了 她犯了那样的错 害得王妃丢了性命 难道她还指望 像从前一样风光不成 王爷直接没有下令处置她 已是她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燕云不敢再多说什么 燕云性子傲些 常仗着是王妃的陪嫁 对底下人摆架子 因此人缘不算好 但她本性并不坏 但其他丫头还算是关心的 燕云从前生病 多亏了她照看 才能很快地好起来 不过燕霞说得对 燕云因一己私愿 秀在暗中的角合 坏了钟家表姑娘的明节 又间接导致了王妃吐血生亡 这样的重罪如何能倾诉 她到今天还能保住性命 王爷与世子就已经够认词的了 有婆子来找燕霞 燕霞便对燕云说 我去了 还有事呢 你好生地照看世子饮食起居 有什么事 只管来找我 若有人讨气 立刻来回 燕云答应着 一直送她出了院子 又听到高真在屋里叫人 忙掀了帘子进屋 世子有什么吩咐 高真说 你去把墨池叫来 我有事吩咐她去做 燕云意外地震了震 这个时候 世子不如先用了午膳 再叫墨池来吧 高真却非常的坚决 你去叫她 若是误了她的午饭 就让她过来陪我一道吃 墨池是高真年后 才提拔起来的小丝 从前用惯的几个 都跟她一道南下 死在穿沙堡了 回到王府后 王爷就吩咐总管 精心地为她挑了两个随从 她一出门 就务必要带着他们 这俩人 一个是墨池 另一个 是年纪大一些的 叫笔山 笔山不是一般的长随 是孤儿出身 对广平王府忠心耿耿 她陷在王府里 跟着亲兵学武 又让曹云鹏 带着身边调教了好几年 原本就是为了高真 日后准备的 如今不过是提前派到他身边罢了 墨池跟他相比就差得多了 不过盛在为人机灵 读过两年书 嘴巴又紧 因此被高真看重 但平日也是由得他在外院闲置的 极少有用到他的地方 高真今日特地地让人 去叫墨池过来 是为了什么缘故呢 墨池很快就来了 他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穿着王府仆役 统一的身蓝布袍和黑裤 脚踩黑面布鞋 腰间细着白金 人长得有些瘦削 肤色略黑 但手长脚长 行动敏捷 一双大眼也很是清亮灵活 嘴角形状微微翘起 明明没有笑 可别人看了 就总觉得他时刻带着笑 十分的讨喜 他先给高真请了安 高真就把丫头们都打发下去 连烟雨也不例外 烟雨临走前无奈地说 狮子午饭只吃了一点 后赏如何撑得住 好歹先吃完了饭再说话 有什么事这样的急 这一会儿的功夫都耽搁不得 高真吵他挥挥手 一会儿事情完了 我会去吃的 烟雨这才罢了 对这里了 可以去打烟雨 散牗 关注 成述mos